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為專美語 新學年快要開始 全港學校未能如常實體復課 令不少學校和家長和學生感到疑惑、困惑 究竟停課半年期間 他們能否適應教育界的數碼轉型 今天很高興請來Golf的共同創辦人和行政總裁 Adam和大家一起探討有關議題 歡迎你,Adam Hello,Charlie 其實Adam,疫情期間已經大半年停課 有些學校需要網上教學 中間也有試過設備一段時間 其實你做教育科技的初創 中間你和學校都相信緊密合作 你看到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他們會否適應呢? 其實我們先看到幾種時間的階段 我想首先最初我們回覆 最初我們其實在新年的時候 即今年初的時候 其實當時突然間有疫情來到 因為香港其實面對停課不停學 就不是第一次 我想由SARS之後 其實斷線續續一、兩年 一、兩年就會出現一次 所以其實有一批先導教校 特別他們的校長因為有經驗 所以其實已經有方法 有政策去應對這些安排 我記得那時早期是去到新年前頭幾天 即是同學新年前頭幾天 當我們有一些朋友在校長 group裡面 見到這個現象將會出現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快做了很多準備的功夫 譬如這樣的例子 怎樣照顧學校裡面 停課不停學 有沒有一個課程 有沒有一個平台 能否很快速提供給他們 是 也有機會 那時再想下去了 就是發覺學校下一個問題 就牽涉到很多家長 都想查詢什麼時候開學 學校的安排 所以那段時間 在一年初的時候 出現很大量的學校 要找一些家校通訊的工具 當那個位置 我們都找方法去提供了一些 免費的方案給他們的時候 是 開始發覺有不同的問題 家長也很擔心 是的 那不上學了 但是怎樣追回進度 家長也很擔心 疫情裡面 學校和家長期間 怎樣做一些家庭裡面的治理 是 很多形式式 所以當時其實我們 處理了學習平台 處理了學校溝通 也都再處理了 那個家長通訊 停課不停學的課程內容資料提供 那又慢慢又再發現 有些學校的學生 可能他們在家庭水平比較 家庭的社經地位比較弱的時候 是 就會報一下上網 我們每天都會提供一些 有心的機構 向他們提供一些叫做SIM卡上網的 亦都有提供上網的電腦給他們 是 其實目的都是希望在疫情期間 可以令到他們上網的 或者上網學習的機會均等 大家都有機會上網 然後繼續服科去學習 其實是急急去做這個決定 其實你怎樣去配合這些不同的學校 知道你和全港幾百間學校合作 那是不是疫情一爆發 你們就馬上急急去做不同的工作 然後再聯絡支援等等 其實之間是花了多少時間 其實這個很特別的想法就是 因為我本身做這個項目要躺了20年 以前的公司的文化就很習慣 有計劃那些事情 是的 但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其實整個香港或者整個地球都發覺 沒有計劃之下 立刻大家要考試 是 考考牌就是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學校 怎樣做一個臨急的應變管理 那其實我們自己做 Growth這間公司就 因為本身我們的co-founder 也都有很多有心在教育 教育了很多年的機構和朋友的時候 所以其實當時我立刻就不如 聚集各方的能力 有資源的出資源 有網絡的 就是人際網絡的出人際網絡 就盡量在社會上那裡 找不同的工具資源 回來學隔壁幫忙 所以當時我其實很快 為什麼我舉一個STARP的模特兒呢 就是那個為例就是 因為STARP有一個 其中一個mindset很重要 就是叫Arger 很快速應變那些要 先出了市場 然後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 然後再出了2nd batch 又再升級了它 那這個過程 其實當時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大概在年初3的時候 其中我們有一個朋友的校長 就很快發覺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在台灣引入了一個學習平台 那個平台就叫做Pagamo 然後那個平台再加入一些 香港本地的教材之後 就很快 當時都是想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去解決到停課的問題 停課不停課的問題 所以要將這個平台免費 給了很多不同的學校去用 我記得大概那時候 一星期左右 就已經去到有400多間學校登記了 所以這個模特兒 其實我發覺 跟我大概10年前的經驗很不同 以前我們學校裡 可能要將這些系統 逐間逐間去介紹 但是疫情期間 特別是這段時間 原來有心做或者適合時間 適合資源 適合資源 適合焦點的時候 原來那個應用程 是可以比以前快 10倍、20倍以上的 其實老師或者學校 他們會否適應到呢 其實始終是 相比起 測試也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還有在遙距教學的時候 怎樣可以管理到課堂 和了解同學的進度 他們能否吸收 你們有沒有什麼技術可以幫助到 我想幾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 本身的definition e-learning 其實應該是 facility 怎樣令到 透過網上學習 令到你學習的階段性 和總結性的進度 都能夠反映出來 用所有方法反映出來 那這個本身e-learning的好處 是 但有個問題就是 當大家又突然其來去做這件事 所以那些關卡 未必可以環環緊扣得這麼好 是 但是有很多方法 例子我看到就是 在社區上我分了幾個部分 先講學習的結果 但是先講學習教學的方法 教學的方法就是 我都見到有越來越多老師 其實會自組一些群組 他們就會 譬如我今天這個環境 要開live的拍片 就會有一些先導的老師 就會出來在我網上 給我成立一個群組 分享我的經驗出去 用這樣的方法 即是老師教老師的方法 原來可以很快變成了 有很多學校 亦都可以追逐 追趕到這個進度 用到這個叫越遙距學習的方法 繼續進行教學 那我覺得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技術上高 平台上高 方案上高 那我見到很多學校 我想停課裏面 最實際 叫blended learning 混合學習模式的方法 就是 影片是一個必需的工具 所以用影片去進行的時候 大家譬如今天很簡單 用設置一個環境 就可以進行教學 但下一個問題就是 這條影片怎樣給學生呢 怎樣可以令到學生 知道他們學成怎樣 所以那裡 我們其實接下來有些方案會提供 希望幫到學界 特別服課的時候幫到手 不過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談